前首相马哈迪日前再度抛出华人富有论 声称半岛有一半的土地都掌握在华人的手中 华人也因此越来越富有 如果马来人继续把土地卖给华人的话 在未来20年内 马来人的土地将布新加坡的后尘由华人全权掌控 马清总团长王小婷指责马哈迪为了捞取选票 煽动各种种族互相猜疑嫉妒 再度炒作相关的课题 他指出马哈迪在跟西蒙合作期间 也曾经以同样的手法炒作煽动人民 指柔佛的土地卖给外国人 还获得盟友的认同 王小婷说 当时候马哈迪大胆揣测 伊斯干达经济特区 可能因为有150万名外国人涌入 而宣告独立 他也在一场造势活动中声称 70万名中国人将获得公民权 进而在来届大选投票 今时今日 马哈迪跟他的祖国行动 GTA阵线已是穷途末路 他之后再一次打出种族牌 试图再一次以此来博取宣传 王小婷说 这种行为非常要不得 也非常危险 可能会让国家最终付出 非常惨重的代价 王小婷也表示 各族年轻人应该要站出来 向马哈迪说不 拒绝过气的政治人物 他也相信 时常接触社交媒体的年轻人 不会被马哈迪的言论所愚弄 他也相信 感谢观看